衝進小吃店對著店裡的人拔頭狂揍 另一桶拿著棍棒在民宅外跟鄰居戶殴 基隆東名路社區洪姓阿伯恶名昭彰 不是酒醉和居民拳腳相像 就是出言挑釁問候別人父母 年初過年甚至煮飯差點灰修處 20號阿伯再度鬧事 追著附近蔬果行店員咆哮 嚇得女店員滑融失色 當場決定辭職 以前蠻常喝酒的 他攻擊那種小孩還是老人 阿伯目前被送辦39件管束43次 那恐怖行徑完全沒收斂 居民還得成立自救會群組 通報阿伯出沒位置 不過警方總算祭出新手段 只要阿伯一出門就有員警在一旁戒戶 每日8到20時 那每班兩人總共12人防止酒醉鬧事 等於12小時內每2小時 轄區兩名員警就得輪班一次 警聽阿伯防止他再鬧事 如同阿伯的專屬隨戶 不過附近居民對轄區警方做法提出質疑 顯然居民不買單 警方作為認為不僅浪費轄區警力 恐怕也治標不治本 居民怨聲在道 記者朱丁榮李宗哲基隆採訪報導 我是劉佳 我喜歡與您分享地球大小事 最新時事 國際脈動 財經動態 還有氣象資訊 最接地氣的新聞台 讓你重要消息不露街 聊天的話題也不脫鉤 當然更多新聞 請鎖定中式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還要開啟小鈴鐺喔